美国制药大厂辉瑞周二表示,该公司执行常与总统川普进行广泛沟通后,将赞换掉高要价。 辉瑞表示,原定7月1日生效的涨价计划将延到年底,或者等到总统的要价蓝图生效,适合者较早,辉瑞并指出,若技术上可行,将计快把要价掉,回7月1日前的价格水准。 川普终于痛批,辉瑞和其他美国要常调价药品售价,并称政府将采取行动,辉瑞原本准备调涨约40种药品的价格,包括威尔刚等知名药品的售价,多数药品的涨幅略高于9%,辉瑞立即回应。 川普终于推文表示,他与辉瑞执行长瑞则,谈货之后,辉瑞已同意把要价调回来,我们赞赏辉瑞这个决定,希望其他公司跟进。 川普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之一是调价要价,今年5月时他公布计划,说明政府如何安排药品降价,但迄今并没有要常财,只实际行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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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